發狂啊 男子被圓景壓在地上 激動到一隻鞋子掉了 還在大聲嘶吼 轉個身又爬起來 衝向地上另個男子 圓景一個不注意 所有人又再度叫囂 扭打成一團 立刻被圓景架開 場面相當混亂 幾個男子動出的目標 就是坐在地上這個人 直見他被打飛出來 用雙手抱頭 六個人雙手上鋼 投滴滴走進警局 一夥人在台南西港區 文化路鬥毆 原來是一名成性男子 跟之前一起工作的餐廳 前同事們原本就有積怨 結果在廟會活動 狹路相逢 打成一團 疑似餐廳的老闆跟員工 一起對他動出 造成成性男子 頸部 手臂 身體多處擦措傷 過於今日凌晨 糾重至廟會現場 徒手毆打成性民眾 現場逮捕劉姓等六名涉案人 全案徵訊後 依刑法 妨礙秩序及傷害等罪嫌 以請台南地檢署徵辦 前同事鬧不合 六個人當街鬥毆 警方快打部隊到場控制 不讓廟會活動變調 三立新聞王少宇 會是安台南報導